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长沙会见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秘书长全灾员一行 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于1996年9月由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4个国家的29个省级地方政府发起成立 湖南省以2006年加入,目前已扩大这6个国家77个会员地方政府 陈向群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湖南是农业大省、制造业大省、科技大省 十三五期间,湖南将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和开放崛起战略 深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希望以2017年至2018年,湖南担任联合会主席会员地方政府为契机 加快推进与各会员地方政府的合作 全灾员说,2017年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事务委员会会议将在长沙召开 必将拓展双方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